大家好,我是刘超 说到这个断舍离 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买一件新物,捡一个旧物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断舍离当中的王道 one in,one out 桌木点市也非常推荐这种方法 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有些时候难免我会再买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舍弃到家中 那个旧的东西 这其实并不是一种浪费 我们可以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个旧的东西 它没有问题或者是没有坏的话 我们干嘛要去买一个新的东西呢 one in,one out 一定是在同一种类型的物品之间进行 比如说我们买一件新衣服 舍弃一件坏掉的旧衣服 而我们不能是买一个微波炉 断舍离掉一块小小的橡皮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因为虚荣心而囤积的物品 做木点市呢 它也因为自己的虚荣心呢 曾经囤积过很多 自己完全不喜欢的东西 甚至呢 它原来住在一个自己并不是很喜欢的房子里 十年的时间 就是因为虚荣心在做怪 说的木点是 它非常坦诚的承认了这一点 就是因为当别人问起来 你在哪里住啊 哦 它想说回答中木黑 后来它通过反省之后发现呢 因为虚荣心而去做了这些事情呢 很有可能受伤的还是自己 比如说它住在这个区 房租要比现在的地方 规律了两万多日元 下一个呢 就是舍弃多余的存货 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些囤积欲啊 原来的走路木点市呢 也是 喜欢在家里边囤积很多的东西 尤其是那些打折促销的东西啊 当它开始极限生活之后呢 它发现过多的囤积 让我们无法掌握家中物品的具体的数量 但如果您对这个舍弃过多的存货这一点 将信将疑的话 接下来的两个断舍离的方法 有可能会打消您的顾虑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让所有的商店都成为您的仓库 24小时开的这种商店到处都有 提供各种各样商品的超市 也是遍地都是 他们都有这些专业的团队在背后来经营和管理 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 让所有的这些商店都成为我们的仓库啊 我们有些时候去购物的时候 可以不仅仅是去购物 而是去仓库去取货 这样子的话会不会简单很多呢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让整个城市成为我们的居家空间 比如说走路木点市呢 它原来为了招待朋友来家里边吃火锅 在家里边准备了成套的火锅的用品 结果呢 两三年很多朋友都没来家里吃过一次 所以后来呢 他干脆把这些成套的火锅用品呢 全部都断舍离掉了 如果有朋友再想找他一起去聚餐呢 或者是吃火锅 他都会这样回答他们 我知道这个附近呢 有一家火锅店又便宜又好吃 我们不如去那里吃吧 把整个城市都当作我们的居家空间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感受心动的感觉 左左木点市呢也读过 《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这本书啊 他也觉得呢 用《怦然心动》这个作为标准 来断舍离物品又或者是保留哪些物品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到底什么是《怦然心动》呢 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呢 更有一点点像呢 就是《断舍离》当中的心法 牛涛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左左木点市的20个断舍离密集这支影片 我会把这个断舍离心法呢 放在这支影片的视频说明区 和影片的最后 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利用网站再一次的审视物品 有些断舍离的物品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呢 可以用网络来把它拍卖掉 利用这个网站 它再一次给我们一个 面对这个要断舍离物品的一个机会 我们也会再想一想 嗯 这个过程真的好麻烦 我真的不想再一次买错东西了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不要以购买价格来衡量 主要目点是 他原来买过一个大菜店 这个店是8万块钱 挺贵的 断舍离的时候多少钱呢 只卖出去了1万块钱 主要目点市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不要以这个购买的价格来衡量 因为一个物品 当我们买回来之后呢 它其实一直处在一个折旧的状态 我们应该用一个实际的二手商品的价格 来考虑这个断舍离的物品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切断杂物的连锁效应 如果我们可以像玩游戏一样 打掉那个大boss的话 相当于其他的小怪呢 也都烟消云散了 比如说主要目点市 他曾经断舍离掉家中的家庭影院 这是一成套的相当庞大的一个系统啊 当他真正的把这个家庭影院断舍离掉之后发现 哦 很多与之相关的小物件也都可以断舍离掉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能租赁的就租赁 当然如果您是一个专业的爱好者 您可能需要把一些器材买回来 但如果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就像做目点市一样 他觉得呢 像一些滑雪的器材啊 又或者是一些潜水的这些设备 都是能租赁就租赁的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别人有的可以借 少物好生活的这个作者呢 还了一五 他在日本被称作叫做丢弃狂人 最难断舍离的毕业纪念册 他都把它断舍离掉了 最开始呢 周末点市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觉得难以置信啊 哇 这也能断舍离掉 后来他想了想啊 其实同一个年级一起毕业的 可能有好几百号的人啊 如果自己真的非常想看这个毕业相册的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向这几百位朋友来借了看的 而且我真的是想到 这种毕业相册就寝食难安的程度吗 可能一辈子当中也不会有多少次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舍弃沉默成本 周末点市呢 买过一个5000块钱日元的这个自行车 相当便宜啊 他买回来之后呢 特别开心 但后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5000块钱的这个沉默成本 已经花出去了嘛 吃了大亏 怎么回事呢 他又花了10倍的价格 也就是5万日元 买了与之相关的器材 一大堆的器材 又花钱又占据了家中巨大的空间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还没怎么齐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不应便宜而购买 不应免费而就拿 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像周末点市一样 有这种感觉 哇这个东西好便宜 我一定要买回来 比如说呢 我看到一个5000块钱的东西 现在打折只要2000块 便宜3000块钱啊 哇就买回来了 那后来做的目的事想一想 难道我们放置东西的这个空间就没有价值吗 他想到一种方法 拿我们的房子的价格 或者是房租的价格 来处于房子的面积 他算了一下之后吓一跳 哇我这个一平方米的价值 比这个省下来的3000块钱大多了呀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让角落只是角落 我们很多时候呢 看到一个角落 特别容易去把它塞满 但是有些时候家里边 所有的角落塞得太满 会有一种让人呼吸不过来的感觉 就像我们比如说去乘坐捷运 或者是地铁的时候 如果在一个挤满了人的车厢 我们也透不过来气一样 所以说桌木点是建议呢 让角落只是角落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就是 同一样的物品超过两个断舍离 桌木点是呢 他原来家里有好多把支架剪 这些支架剪呢 都散布在家里面的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每次啊 找这个支架剪都找不到在哪里 后来他在想啊 我也不可能同时需要好几把支架剪呢 于是呢 他把那些自己不喜欢 也不是那么很好用的支架剪呢 都断舍离掉 最终保留下来了一把 最喜欢也最好用的支架剪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就是 物品超过一年以上没有用过 要断舍离 主要目点是以为啊 一个物品假如说超过一年都没有用过的话 是可以考虑断舍离的 除了比如说这个冬天一定会穿到的羽绒服 又或是下个夏天一定会穿到的游泳衣之外啊 有很多东西如果一年都没有用上 是可以考虑断舍离的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公开断舍离的房间的状况 很多时候想要去完成一个目标一样 自己闷声去做可能有些时候比较难 但如果你大胆的说出来自己的目标的时候 旁边的朋友呢可能给您一些鼓励 断舍离其实也是一样 比如说佐伍目点是呢 他原来把自己的房间的照片呢 放在他的博客上边 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之后 他也是加快了自己断舍离的进度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舍弃收藏品 除非啊 就是大家是某一个领域的收藏的专家 否则呢 那佐伍目点是建议呢 我们偏爱于某一样收藏品的话 我们可以去专门的博物馆去观赏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就是 舍弃收纳物品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呢 觉得哇 是吗 我们不是需要很多的收纳盒吗 去把很多东西放起来 但后来呢 我仔细的去实践之后发现 他说了这个呢 还是很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收纳用品 尤其是里边是空的时候 特别容易想把它去塞满了这个冲动 当我们把这个收纳用品 把它舍弃之后 有些东西呢 可能就无处遁形了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烦恼 要不要舍弃的时候 果断的舍弃 很多时候啊 我们在面对一个物品的时候呢 会犹犹豫豫 到底要不要断舍离呢 甚至有些时候会特别纠结 与此有可能会有点烦恼 佐佐目点是觉得 当你在烦恼 要不要断舍离的时候 果断的去舍弃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舍弃 消耗能量的杂物 一个东西买回来 我没有用 所以觉得 哇 好浪费啊 其实这种浪费的感觉 一直在消耗 我们内心的这个宝贵的能量 所以佐目点是觉得 杂物呢 如果放在那里 一直都没有用到 才是一个真正的浪费 在有限的时间 做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佐目点是呢 它整合了自己手头上的 多个账户 成了最终是一个账户 我们为了这一个小小的卡片 你可能得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 它真的是极简到 连一张小小的卡片 也不放过 当然 虽然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卡片 但真的把它极简了之后呢 相当于有了更多的时间 在有限的时间 做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断舍离的过程当中呢 经常会遇到一些难题 就是情感回忆类的这种物品 所以接下来的 这几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专门就是破解 这种带有情感色彩的东西 比如说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 舍弃不喜欢的礼物 比如说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好朋友或者是家人送给我们的 特别难断舍离 尤其是这个东西我们不喜欢的时候 我们就会犹豫 这个东西如果我断舍离掉之后 我的家人或朋友会不会不高兴呢 周末点是曾经有这样的困扰 但有一天自己觉悟了 就觉得如果这个东西这个礼物啊 是我送给我的好朋友或者家人的 他们不喜欢的时候呢 我反而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舍弃掉 而不是很勉强的保留下来 反过来说 如果因为我们把这个不喜欢的礼物舍弃掉之后 朋友不高兴了 那这个朋友还是真心朋友吗 紧接着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就是表达感谢之后再舍弃 买回来了一个东西呢 用过一段时间其实也挺喜欢 仅仅是因为他到了一个淘汰的时候 像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像和礼物一样都可以用到 表达感谢之后再更舍弃 下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是数字化回忆 周末点是呢 他有一个兴趣爱好呢 就是用胶片相机到处去照相 但与此同时呢 他家里边堆积如山的 就是那些从来没有冲洗过的胶卷 更可惜的是呢 这些胶卷呢 他都不知道是自己哪一天拍摄的了 后来他的方法呢 就是用数字化的方法 把这些曾经拍过的好照片呢 都把它保存在电脑里边 可以很容易的在这个文件夹的外边 加上日期和地点 给自己心爱的照片来分类 刚刚牛超跟大家分享的这25个断舍离的方法呢 是左走目点是在自己5年的断舍离的过程当中浓缩下来的精华的方法 牛超在自己的断舍离的过程当中运用了这些方法 也觉得非常的实用 所以真心的推荐给大家 牛超爱阅读 生活及修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